有一群自身是这个学生关怀劳动权益小组的社群 因为不满交通部长叶匡时不肯出来解决收费员的生计问题 他们潜入了高雄中山大学教学大楼 在叶匡时研究室的玻璃门上喷红漆 但这个举动涉及了校园安全 校方呼吁成员冷静 高雄中山大学气管系 其中一间交通部长叶匡时研究室的玻璃门上 被人喷了红漆又大又红 出来面对收费员的字样非常的醒目 算放在得知以后立刻请工友把红漆给擦掉 玻璃门上会被喷上红漆 导印于高速公路收费员工的工作权 一群署名学生关怀劳动权益小组的成员 他们要帮收费员争取权益 并在脸书上表达了 由于不满交通部长叶匡时迟迟不出来面对 因此才会用喷漆表达抗议 就是换不好的示范 就是可以用比较好一点方法 不一定要这样 就不太好啊 因为其实是辛苦到清洁人员吧 学生强调抗议小组的成员做了很不好的示范 不过研究室的玻璃门被喷了红漆 也显示校园管理安全亮了红灯 校方强调要进到大楼的研究室 必须持有磁卡 到底是谁喷的会进行调查 校方呼吁社群团体为收费员 争取工作权益 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不过抗议行动如果是潜入校园喷红漆 很不应该 呼吁团体的成员能够理性 不要围挤了校园安全 记者陈胜义高速报道 明镇 disgu置听 在海洋